好 接下来看到这名爱情大骗子 在网路上专挑手女下手诈骗 有一名国中女老师被骗了上千万元 尽管这爱情骗子呢 最后曝光哀告 但是这女老师还是照样爱她 替她求情 甚至闪电下架并且怀孕 开庭时还引发了其他手女 为她争风吃醋 而检察官为了防止她 对女老师使乱中气 准她还起诉 但是就开出了 每个月必须要偿还女老师 42万元为期三年的条件 这可以说是史上最昂贵的爱情契约 被警方逮到的爱情骗子吴建平 不断的讲着我错了 看看网路上斯文的照片 去年她假冒多金钻石伤 以结婚为前提 上网专挑手女下手 每次见面还开着租来的高级轿车 让女网友信以为真 进而诈骗钱财 一年就得手了上千万元 不过日前检方开庭审理 无名被害手女 要吴建平说到底最爱谁 没想到吴建平看着其中一名被害女老师说 她是真爱 让检方怀疑 网路男重是为了脱罪 才要娶女老师为妻 检查官为了防止她对女老师使乱中气 准她还起诉 但却开出 每个月得偿还女老师42万 得为期三年的条件 堪称是史上最昂贵的爱情契约 至于其他被害女子被诈骗的300多万 同样要每个月偿还1万到5万元不等 而且要在三年内还清 原本人人喊打的爱情骗子 没想到最后竟然说服女老师原谅她 两人还闪电结婚 并且怀有爱情结晶 如此戏剧性的发展 恐怕连男重自己也量想不到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